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不是公仔吗 公仔 公仔 韩国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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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瑜就是普通话 韩国瑜 可以 比较 第十月十日 蔡英文的總統選舉的最小大會 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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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很幸福 我們可以投票 我們這一票如果不輸給香港人民的決定 另外有一位Henry是台灣人 我訪問了他 Henry 你好 你是台北人還是 我是台北人 我住在台北 是 明天有選舉了 你對這次選舉 總統的選舉有什麼期盼 有什麼意見對這次選舉 有什麼意見嗎 我覺得這一次的選舉 對台灣來講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這個也是我們台灣的民主 對世界做出一個最好的證明 我們堅決的拒絕中國的一國兩制 台灣是一個民主自由的社會 我想這個也可以帶給香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願景 我希望香港也是我們有很好的模範 台灣加油 香港也要加油 不論明天選哪一位出來 你對新議任的總統有什麼期待 那我也是希望說 因為這個是得來不易的民主社會 那我們都一樣 完全要尊重我們 自己人民選出來的結果 那這就是民主最好的一個證明 你都可以表達自己的意見 我昨天也來看過另外一位的候選人的選舉的大會 我都看過不少人都非常主張 很重視台灣的經濟 你怎麼看台灣的經濟 那我覺得因為我本身在金融業服務 所以呢我相信這幾年來 不管是股票股市的表現 或是我們各種指數 包括年軍的所得 那財富的收入 那我想這幾年 台灣的經濟是表現非常非常亮眼的 而且我們也站上了亞洲的四小龍 那而且跟這個日本韓國 或者新加坡各個國家的比我們的經濟表現 是非常非常卓越的 對是 你都知道在香港都發生了差不多七個月了 一些反送中的運動 有不少年輕人都逼不武了 你有什麼說話跟香港的人講 各位親愛的香港的朋友們 從去年反送中的第一天開始 我個人就完全 非常關注的香港的每一刻的時刻 那我非常的心疼 香港為了要爭取這麼一點點民主的一步 小小的一步要付出這麼大的代價 我個人非常痛心 那我也在這邊要鼓勵香港的朋友們加油 民主從來不是要付出相當代價才能爭取的 所以我在這裡忠心期盼香港的朋友們 你們一定要加油 爭取自由 民主 謝謝你 謝謝你 加油加油 台灣加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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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讓你挑一下 我們要讓你挑一弓順順順利的事件 我要讓你能說 我是不是唱什麼的嗎 你可不可以 你可不買 我可以的金華 我可以的錢 接著有一個講英文的 想問他關於今次台灣選舉的看法 OK What's the view about the president elections in Taiwan tomorrow What's your view? What is your view?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his time because you know it's gonna be You know Taiwanese, all Taiwanese was you know let all the world hear our voice Whether we want to be independent or not Yeah because you know I think this time you know whether Taiwan would choose to stand by China Or we would prefer to be independent you know that's what I think about the election this time Yesterday I went to the gathering of the other candidates Most of the citizens the Taiwan citizens more concerned about the economy of Taiwan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e economy of Taiwan? I think you know because in the past I mean probably you know I didn't mean I do not mean a president Tsai I mean you know the former president Before actually rely too much on China You know that's the reason how come you know in the past You know after President Tsai became the president And then you know Taiwan seemed to you know Not really progressive in economics But you know I think you know this is the tendency for over the world I mean you know the problem or the crisis so far And I believe that if we Taiwan can stand firm Then you know we can still prove to the people in the world That we can economically independent And also you know we can be very very good And you know more than half a years And this is a social movement happening in Hong Kong So what do you say to the Hong Kong people Hong Kong citizens I think most Taiwanese people actually stand by Hong Kong people Yeah and you know this time the election could be also our support To the people in Hong Kong Yeah because we believe in democracy mont land Thank you Air oils 好 刚刚遇到一家人了 访问他爸爸了 你好 你好 我想问你怎么看这次台湾总统选举 这次的选举是我们台湾的一个 自由和独裁的一个选择 然后因为中共对我们台湾这两年来陆续的打压 还有对我们的经济还有旅游业相关的干涉 所以对我们现在我们的人民来讲 我们要的是一个自由和民族继续下去 你好 我想问一下你怎么看这次台湾的选举 我会觉得是一个机会给台湾去 和世界讲究竟他们的想法他们的看法 无论最后的结果是怎样 起码是一个机会 大家去知道他们的指向 他们的立场 无论选了出来是哪一位 你有什么说话想和新一任的总统说 不要辜负他们的选民的期望 守住台湾 你觉得台湾选民的期望是什么呢 我来了几天其实我会觉得是 他们会很敬逐他们自己民族 可以有自己的选举权 投票民主不是与生俱来的权利 不要轻易放弃 这句话说了今天香港明日台湾 你有什么说话想和香港的年轻人说 我们会继续走下去 我们会继续撑下去 光复香港 多谢你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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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你会继续开放弃 我最后 去台湾的朋友 台湾朋友 你是台北人 是吗 我是屏东人 我明天才会回去投票 那我想问你怎么看这次的总统选举 我觉得这次的总统选举真的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次选举 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就是台湾跟中国的局势 就是在一个非常危急然后非常紧张的状态 然后我们也都看到香港现在就是面临的一个情势 然后所以我们就是更不希望说台湾会失去自由吧 你应该不是第一次出来选举的吗 OK 你都知道香港现在发生的情况 然后你对未来的新一届的总统 选出来的总统有什么期望期待 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守住台湾的民主还有自由 那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人像我昨天也来过这里 有另外一个选举做事大会 也不少人都认为台湾的经济也是很重要 你怎么看这个 经济当然很重要 可是我觉得经济是在一个自由的基础下 在去讨论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民主自由才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东西 民主自由是最重要的东西 那你有什么话 可以跟新一届的总统说 新一届的总统哦 不管是谁吗 不管是谁 希望他说可以做的怎么样 最重要 希望台湾能够越来越越来越进步 然后越来越越来越民主 然后不要走回头路 对 选举前一天 有什么说话对台湾的年轻人说 我觉得大家的一票真的都很重要 就是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的权利 然后 就是经济可以再拼 可是自由民主如果失去了 就可能就很难再得到 最后都知道香港发生的事 这半年多发生的事 有什么鼓励的说话 跟香港的年轻人说 因为你都是年轻人嘛 我其实有很多香港的朋友 然后所以我 我一直也都非常的关注香港的情势 然后 就是 觉得大家都 很辛苦 然后 我知道也有很多香港年轻人 现在就是 可能 可能被抓去关 然后 有一些 逃到台湾来 对吧 所以 希望你们可以继续 坚持下去 然后我们台湾也会 守住自己的民主 希望有一天 希望有一天 你们也能够 可以争取到你们自己的民主 谢谢你们一起加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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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支選舉有鼓力量召喚我身後 是請台灣慶免返鄉投票 這鼓力量有人稱它為王國 但我願意稱它為最故鄉深層的愛 全世界的台灣朋友 都請盡全力幫忙 因為走出國門 這是我第一次參與選舉 而是來自台灣 來自亞洲這個最自由 最重視人權 而且各方面都廣播發展 在蔡英文總統的帶領 都沒有人可以阻擋進步的力量 民主並非實際 為了守護進步的力量 為了守護家鄉 我們飄洋過海回來的五日 我希望明天1月11日 大家一起站出來 用你手中的選票 守護我們一家 台灣 投給三號蔡總統 拜託 拜託 謝謝大家 各位親愛的朋友 我們在現場看到了這麼多年輕的力量 他們都回來了 我們是不是更加要把握 讓我們自由台灣 能夠每一個人一票 通通入軌 我們要邀請我們所有現場的80位 海外的青年代表 跟我們現場所有的好朋友 我們一起來喊這句口號 呼喊所有還沒有決定投票的人 就差你一票 好不好 好 我喊自由台灣 缺你一票 我喊回家不遠 一起投票 好 那我們來囉 準備囉 自由台灣 缺你一票 自由台灣 缺你一票 回家不遠 一起投票 大家說對不對 一個國家是否偉大 要看他的人民 是否正直 是否勇敢 是否敢捍衛國家的主權對不對 明天 讓我們用選票 告訴全世界 台灣人 要勇敢的 保護自己的民主 大家說吧